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这部电影 影评的主人公是金伦国的妃子 由于被蒂立长期与自己的表哥欧阳风投情 他怕自己的事情暴露 便决定对自己的丈夫也就是国王痛下杀手 打算杀了国王之后 偷了国王的玉玺 以此来号令天下 他们抢夺玉玺的过程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 由于玉玺由三公主保存 欧阳风为了抢夺玉玺 与三公主大战了很久 终于三公主被他打伤 他在准备从三公主的身上拿玉玺时 却被三公主用计逃走了 他经过多方查探 得知胡杜国师可能知道三公主的下落 便前往胡杜国查找三公主的去向 在得知三公主的去向后 欧阳风便前去追赶三公主 路上遇到了刚出关的王重阳 不小心将王重阳打死了 这时候三公主恰巧路过 王便请求三公主找到他的师弟 帮他报这个仇 三公主在找他师弟的路上 得到了九宫真人的武功 并且真人派自己的得意门生黄药师 陪他前去取武功秘籍九阴真金 想要借此为自己的父王报仇 但是取经的路上由于受到小师妹的猜忌 导致他们取经失败 他们后来在一家客栈遇到了王的师弟 但是王的师弟认为是三公主杀了他的师兄 后来由于他连功走火入魔 在三公主的帮助下才得意走出困境 他们之间的误会也消除了 便一起去寻找凶手 最后大家在国师的带领下 齐心协力一起对抗欧阳峰 终于利用团结的力量击败了欧阳峰 三公主也如愿以偿地恢复了对国家的统治权 这部电影是将五里头搞笑与武侠结合起来的喜剧片 导演利用自己的想象力 将武侠小说中的人物变成了搞笑天才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